其實鹿角爵很多人都以為 它是台灣原生的一種植物 但其實台灣並不產鹿角爵 全世界的鹿角爵原生種類有18種 然後分佈於亞洲、澳洲、非洲、南美洲 那台灣沒有 那我們現在在玩鹿角爵的朋友 最常種的就是這18個原種 可是藉由原種跟原種之間的雜交 我們有非常多的品種 所以現在鹿角爵在市場上流通的品種有幾百種 那很多人會問說鹿角爵是不是要好好的曬太陽 因為鹿角爵就是在這種熱帶的國家 或者森林裡面比較多 可是在這邊我要提醒大家 冬天的太陽因為溫度比較低 所以可以曬一下 可是夏天因為原本就很熱了 千萬不要把你的鹿角爵拿去狂曬太陽 因為它會直接烤焦 運氣好它就是烤焦了重新長 運氣不好就是烤到整棵 直接買單掛掉 其實我從小就非常喜愛大自然 雖然我是台北市出生的小孩 但在40年前的台北市 它還是一個非常非常擁有很多空地 很多田野的地方 那當時我很喜歡在我家旁邊的公園找昆蟲 我家旁邊的學校水溝裡面抓大肚魚 抓龍獅 抓紅娘華 但是後來因為城市開發 我就開始選擇往山上走 那因為我們總是要當兵 退伍後要工作 可是工作的時候會有非常多的壓力 那我找到一種解壓的方法 通常我只要覺得 最近壓力有點大 最近心情不是很好 我就會到山上走一走 去看看山上的這一些森林 我發覺它可以讓我心情變得非常穩定 而且相當相當的平靜 於是我開始對大自然 產生了另外一個層面的喜好 那其中不管是帶著相機到野外去捕捉昆蟲動物的生影 或者是開始栽培植物 這都是我在大自然中得到最好的一種感受 在台灣的鹿角爵的同號圈裡面 大家有兩個挑選鹿角爵的主要目標 第一個就是要夠白 比如說這顆鹿角爵它葉子看起來非常的白 第二個就是分岔要夠多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它的手的末端還有分岔 像這一顆就是非常知名的品種 叫做銀滑 G-I-N-K-A 那這一顆是由泰國一個非常厲害的鹿角爵女王 它其實是爵類女王 叫汪娜 它所育種選育出來的 那這一顆進口了以後 我就用我獨特的栽培方式 讓它的葉子上面布滿了這一些銀白色的白毛 那其實它不只是白 在某個角度你反光去看它已經是銀色了 那銀滑其實不難栽培 很多朋友都覺得說 那這銀滑要把它栽培成這樣是不是很難 在這邊我也特別提供一個我個人栽培的小秘訣 植物它的生理機制就是只要光線很強 它就必須讓它的葉子縮短 或者在葉子上面的白毛變得更為豐厚 來抵擋這些過多的光線跟紫外線 那這一顆有辦法這麼白這麼亮 就是因為我的栽培環境給了它更多的光源 所以栽培者如果你希望你的鹿角角長出來的手 是這樣的白跟銀很漂亮的話 用多一點的光源多一點的光線 它的手就有機會變成像你現在看到的這一顆銀滑一樣漂亮美麗 其實從我以前對自然生態有興趣 後來開始把我在野外看到的這一些各種生物很奇特的生態行為 或者拍到很稀有的物種 從當年的無名部落格開始撰寫 到後來發現我寫的部落格真的蠻多人在看 然後他們也會來找我問問題或來約我一起到野外跑 那在那個時候運氣很棒的我開始當了三立的一個節目 台灣全紀錄的昆蟲講師 在當昆蟲講師的當下我非常希望可以有機會像主持人一樣 就是由我來主講而不是主持人問我回答而已 那運氣很棒的在2015年我接了東森的節目好好玩自然 跟我的好朋友柳丁哥哥還有崇維老師我們三個一起主持 那這節目做了三季反應也很好 在隔年就是2017結束以後 2018年我們入圍了金鐘獎最佳耳哨節目主持人 這是我覺得非常開心的一件事情 那在當主持人跟當生態講師的過程中 其實我一直以來都沒有斷過的一件事情 就叫做寫作 因為從寫部落格開始發現我可以把我所觀察到 各種動物植物不同的樣貌 或者我觀察到的特定的生態行為透過文字透過我的照片 傳達給更多想要知道生態 想要知道自然環境的這些朋友的時候 我覺得那是一個讓人非常充滿成就感的事情 所以後來我很努力的不管是在出外景的時候 不管是在野外找生物的時候 只要有空檔我的電腦拿出來或手機拿出來 我就可以開始把我腦海中的文字付諸實行開始寫出來 那到現在在這中間我每一年度雖然都很忙 可是都還有產出就是至少一年我有出一本書 當你在做外景節目的主持人 你到野外到戶外開始有很多活動的時候 那代表你跟自然並沒有脫節 那在這樣的過程中反而你更能把你腦中曾經累積的這些知識 人會貫通轉換成文字到我所撰寫的書本裡面 所以很多人說我斜槓 其實我把它當作一件事情在做並不是斜槓的 其實從2019年底接了上山下海過夜的共同主持人以後 我們其實每一周都有外景 而且我們在台灣的東南西北 從高山到海底到處去找生物 我真正最有感的一集 那一集讓我拍完以後全身放鬆 然後鬆懈得好像洩氣的氣球一樣 因為那個過程中那個興奮實在是很難去表達 那一場是我們在陽明山 因為之前我拍過國家地理的台北大眾走 因為台北周邊都是山 好幾次拍攝的時候 我們的製作人問我說有沒有辦法找到穿山甲 我說人人有機會 可是個個沒把握 後來那一趟當然是沒拍到 但是在山山下海過夜那三天的外景裡面 我們運氣非常棒的是在陽明山的一條步道上面 晚上我們在拿著手電筒做夜間觀察 那攝影師跟拍我們在找到的生物 可是我就聽到前面有奇怪的硬的東西 敲到地上石頭的聲音 因為那不是一般動物會發出來 那一定是有提的動物才發的出來 後來我發覺往前一看 地上有個生物慢慢的靠近 他還抬頭看我們 竟然是穿山甲 在那當下攝影師也非常厲害 他撐不住 然後我們馬上就蹲下來 因為遇到野生的動物的時候 最好的方法就是你以緩慢低姿態來跟他接觸 跟那一隻穿山甲 我們大概面對面將近五分鐘 他也在打量我們 我們也在打量他 然後我也趁那個時候用了手機 拍了一小段他的相關畫面 我就遇到那個穿山甲 他是一個非常具有意義的事情 因為很多人說台北市是一個已經高度開發 全世界文明的都市之一 可是在台北市的範圍內 你還可以看到全球已經接近滅絕 現在目前台灣是唯一的保育基地 你還能在都市區的礁山步道 看到穿山甲 這對我來講是有相當深刻的意義 這也是我喜歡把台灣 台北市周遭的這些環境 介紹給全世界的朋友的重要原因 那一集看到穿山甲 讓我到現在只要一想到 我還會起雞皮疙瘩 就是感動到不能自己 很多朋友最喜歡問阿傑 阿傑你最喜歡什麼動物什麼昆蟲 小時候我在國小四年級的時候 就看過百科全書 在百科全書裡面介紹了 南美洲有一種世界最大的甲蟲 叫大力士兜蟲 它其實就是國外的獨角仙 小時候我就把它當作我的夢想 這個夢想醞釀了超過30年 終於在2016年 我努力的存了一筆錢 買了機票 跟了另外兩位不怕死的好朋友 我們就從台灣一路 飛到南美洲的秘魯 可是飛到秘魯以後 並不代表你就找到這個蟲了 我們花了兩天的時間 跨過海拔最高4818的安地斯山脈 到了秘魯跟巴西的邊境 海拔大概1500左右 晚上我們用水銀燈泡 吸引很多昆蟲飛過來 當天晚上最讓我驚訝的一件事情就是 我正在吃著飯 但是我聽到非常巨大震動翅膀的聲音 這樣子 突然間聽到噹一聲 我所講的這一隻大力士兜蟲 它就是長崎大兜蟲 直接飛過來撞到燈掉在我面前 我當時是驚呆了 然後我的朋友已經衝過去拍照 還問我說 阿姐你最愛長崎大兜蟲 都已經飛來了 你為什麼不來拍你還在幹嘛 各位我是驚呆了 因為我完成了我的夢想 它就在我面前 但是這樣還不夠 隔天我跟陪伴著我們的印第安人說 我希望找到這個甲蟲 在森林裡面的樹上 吃樹留下來之意 真正的生態的畫面 太棒了 印第安人跟我講說 有 他小時候他的父親 就帶他在森林裡面找過 所以隔天我們進到森林裡面 第一天沒找到 第二天沒找到 在第三天我們進到了森林的深處 那一天還剛好下著細細的毛雨起著雲霧 印第安人用他的手指著正上方 十幾公尺高的樹上說 就在那邊 我拍到了我人生第一隻 真正在野外樹上找到的長雞大兜蟲 它是可以超過18公分 全世界最大的甲蟲 到現在雖然已經疫情有兩年多沒有出國了 我的內心還一直在醞釀 甚至已經開始聯絡 只要明年可以出國 我的中南美洲旅行一個半月就準備要出動